大陸兩會正在進行 其中包括昨天 李克強 他有一個報告 這個報告當中當然他有不少的談話 其中涉及到軍事國防的部分 包括他們的軍費年增7.2% 來到6.86兆的人民幣 這是大我們不知道多少倍 然後呢這裡又提到呢 他在報告中講說 我們要圍繞實現建軍100年奮鬥目標 邊鬥爭 邊備戰 邊建設 我想請教導部長 你對於大陸的軍費增加 還有李克強的講話 還有目前兩岸的情勢你的看法是什麼 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大陸上的動態我們一直很注意 他軍費增加不光是今年 歷年來都在增加 沒有錯 都增加沒有錯 但今年他特別強勢化的話 我覺得他一定要在準備當中 準備什麼 準備將來如果一旦有必要的話 該要動武他也會動武的 所以我對這一方面 你認為他這樣子的動武的態勢 是比以前還要強烈嗎 比以前強烈啊一定比以前強烈 我們最近看台海周邊 他不管是基建的這種運行 你看到大概每天保持大概有十架數左右 那一旦有什麼議題的話 他會加倍 這個每天保持這些架次啊 大概越過中線的頻率多高 都有 都有 每天都有嗎 幾乎都有 幾乎每天都有 但不見得在中線上面 可能靠北端一點或南端一點 這個一看他們來做一個 一個常態的一個運作以後 好像理由由他們來編 所以我們現在感覺到壓力 所以搭配在他的講話上面 你認為現在的情勢 甚至是比之前還要更嚴峻 我覺得他有點在支撐 他將來一旦要採取什麼動作的話 他也是一個利潤的基礎 就是找一個利潤的基礎跟理由 對 我們現在要過 那你認為他最可能的利潤的基礎跟理由是什麼 我覺得他一直在等待啊 就我們看這邊有什麼 讓他師出有名的一個利潤 像什麼 例如 例如說 有別的國家 這高層到這邊來 或者我們跟國外 那就是類似像去年 Lancy Pelosi議長來那樣子的狀況嗎 這一類的 還有就我們國軍 跟外面如果動作再太頻繁 動作平衡 還是說跟其他國家的軍事交流頻繁的時候 對 我覺得他都包含在裡面 只要沒有跟他 這樣講的話 這個這樣子的情況 是發生機率不低耶 是不低啊 因為其他國家的高層來訪 還有我們跟其他國家的軍事合作交流 增加提高的話 我跟委員報告 他的兵力大小他做調整 但他每一次有這種狀況的話 一定會有反應 他有他的動作 但反應大小程度不一嘛 對 就是說 這個也是接下來我要問部長 就是說 本來有傳出說 馬卡西議長 新任議長要來嘛 他雖然說可能還沒有確定 但是 不能排除他 隨時會來 所以就這一方面 你們有沒有做相關的前置準備 或者美方有沒有跟我們來談說 這個要怎麼樣來準備 因為我知道美方是有在準備的 否則不會傳出說 馬卡西四月要來 或者春天要來 因為軍方的態度 永遠是超前部署嘛 有的去年的經驗之後 他絕對超前部署 美方一定是這樣的 那我方有沒有 我方也是一樣要超前部署 一樣超前部署 所以你們有沒有做什麼樣 最壞的打算 就假如說 比去年這個狀況還要嚴重的話 他更加逼近 這就最壞 去年很嚴重了 去年已經到我們的領海基線外面了啊 對 基線外面 他假如說 今年的話可能 對於突入 那這的確是很嚴重啊 你說有可能 如果這樣的狀況發生 有可能突入 他突入24海裡 接近到12海裡 甚至於這個動作 那幾乎就打起來了啊 對 沒有錯啊 所以我們這個 我們會預化也就如此啊 我們儘量避免讓它 師出有名 造成一個 你提到一個 避免讓它師出有名 那怎麼做 就我們很節制 我們不發起第一擊 但你海空的一個實體 不斷的越界 但我們就已經不叫第一擊了 有沒有辦法讓賀主讓他不越界 有沒有辦法做到這樣 我覺得我們已經 因為我們整個國防戰略的目標叫 部長 你們不斷的 不斷的重複叫重城賀主嘛 就是多層次的賀主嘛 對不對 那你如何能夠應用多層次的賀主 讓他不敢 起碼不要過中線吧 讓他 因為現在他已經 違背了這個中線的默契了 雖然沒有一個明文 說中線在哪裡 但是那是過去以來 台海之間 美中台的一些默契啦 現在這個默契已經沒有了 所以我們講說他已經 沒有現狀 現狀已經被打破了嘛 有一個新現狀 新狀況出現了 所以部長 你現在如果說 照你所講說 假設給他所謂的這些理由 你剛剛講到說高層來訪 你剛剛講到說 我們跟其他國家軍事交流 有可能讓他再度重現去年那樣子 甚至更嚴重的一個軍事入侵狀況 或者是突入的狀況 那這個是非常嚴重的情形 是各位報告是 的確相當嚴重 所以我們目前也要有所寓意 我剛剛報告的叫做 育嬰的方法之一 你已經越過中線 已經打破這個默契 你還要往前進逼的話 再可以逼著我們 要做一個自衛的反擊 對 可是你剛剛講說 我們不發動第一級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講 所以這個問題 就會讓我們的 我們的防衛眾生 其實已經退到十二海裡了 不是這樣 我跟委員報告 這第一級 以往建議講說 他開第一槍 我們要採航還擊 我們不打第一槍 可是現在因為這個第一槍的界定 已經被他無人機 航空實體 氣球等等所取代了 所以我們不再做這個第一槍的反應了 我們有講的 你只要有航空實體 不管你有什麼東西 我就要做一個自衛的反擊 只要他越過中線 還是到我們領空外面 就打下來嗎 我們一定在一個界線以內 我們就要設計了 哪一個界線 哪一個界線 我們有領空 領空 領海 領空領海是十二海裡 是沒有錯 可是他要接近了 我們就要準備了 那這個接近的 照上一次去年八月的遠行 他的確就是在外面 再貼到二十四海裡 貼到二十四海裡 甚至有一些是超越了二零街區的 那個是很模糊的地段 就是模糊地段 所以我們也要有所反應 你到了模糊地段 我也要有一些做法 那如果照你剛剛講的 這個研判 這個發生機率是不低耶 不低啊 是不低啊 他國的高層來訪 跟我們跟其他國家的軍事交流 那提到軍事交流這一部分 最近也提到 就是我們過去跟美國的軍事交流 可能聯兵的 現在已經到迎兵了 就是層級提高了 那我想請教部長就是說 這個讓我想到 台美之間的軍事交流 有沒有可能未來變成是說 美方在台灣設軍事顧問團 目前我們有這種考慮 我也沒有聽到 有這種作為 但我們兩邊的交流 是不斷在做的 有不斷交流 因為在NDA的法案裡面 它的國防授權法裡面 除了這一次除了提到了 所謂的說貸款 或者是軍援這一塊 那這個眾議院 國會的撥款法案裡面 這一次是有提到貸款的這一部分 那我不曉得 國防部跟美方有針對任何 關於這一部分的討論嗎 目前還沒有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還有就是有提到就是說 要存放彈藥的問題 在台灣存放彈藥的問題 就這兩個問題 我們現在有在談嗎 我們存放彈藥本來就是我們平常在戰備當中要做檢討的 也在做一個盤點 事實上彈藥存放 你不關有沒有國外的這種 兵器或者裝備來 我們自己也要做檢討 所以很多事情的規範 都我們在戰備審備的範疇 不見得要等到美軍介入以後 我們才跟他做一個討論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這部分現在是有在進行的 對我們本身就在進行這些工作啊 不是因為你美方講了什麼以後我們才做 那會不會加大 比如說美方他加大 他把他在東亞的這個軍備庫存放到台灣來 比如說原本放在日本的 放在韓國放在菲律賓的 會不會要求增加放在台灣的 這也是在談當中 這也正在談 對 大概會哪一類的會是最多啊 我跟委員報告 能講就講不能講都不用講 對我實際上我要跟委員去做一個說明好了好不好 好 讓我們來客人一天 集團鮮蠻乳酳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製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 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哦 输入我的優惠代碼 ZTI 714 享有折扣喔